第25条很简短 很简短 两段 但是这条当中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要花挺长的时间来讲 我不知道这可能会讲两次或者三次 那就是谈到律法跟基督徒生活之间的关系 这个话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这个话题很复杂 但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还记得24条谈到了成圣 成圣的生活我们现在都很清楚说 OK基督徒虽然已经唯独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义 被归算给他们而白白的称义 但他们需要过成圣的生活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成圣的生活 跟上帝的律法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我们还没有很清楚的看到 比利时信条告诉我们 那到底成圣的生活应该咋过 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过 我们知道说OK应该以上帝的律法 那上帝的律法到底是什么 上帝律法具体要求了我们什么 是不是在旧约当中的一切的摩西的律法 一切的条例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信徒 依旧要遵守 这是二十五条所处理的问题 到底律法跟基督徒的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祭司 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献祭 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不吃猪肉 斋戒 到了大斋期 进食 什么 节期 对 我们到底是需要遵守旧约当中的饮食律 我平时挺喜欢吃卤猪蹄的 对吧 但是 这个 旧约里面说这个猪是不洁净的 对吧 吃了猪肉了怎么办呢 是不是 祷告三次 那洁净我的身体 对吧 像我刚才提到的节期 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过愉悦节 我们今天是不是还需要过祝鹏节 等等这些节期 我们今天 关于摩西的民事律例 我们怎么面对 比如说 如果 一个男人 他死了 他老婆 是不是应该由他的弟兄 来嫁过去 娶过去 对吧 是不是应该这样 所以这些问题 都是跟我们基督徒生活系相关的 如果我们 有了一个 如果我们对于律法和基督徒生活 成圣的生活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神学上的误解的话 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在成圣的道路上出现问题 如果你认为说摩西的民事律 跟今天的基督徒依旧是相关的 那么 如果你哥哥的老婆成了寡妇的话 那么你有道德责任 你的成圣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娶你哥哥的老婆 你不娶的话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 对不对 对于旧约的以色列民来说就是这样 如果他是有道德责任的 如果他不娶的话 他是在犯罪的 所以这个问题跟我们很关键 今天你可以 有没有足够的圣经的证据表明 你去东北吃杀猪菜 是合乎上帝的要求的 上帝不会因为你吃了猪肉炖粉条 来审判你 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来探讨的 第二十五条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 但是二十五条给我们的答案不是很具体的 但是二十五条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维的框架 那相对于更具体的解释律法与基督徒的生活的关系 如果你说那到底有没有更清楚的解释呢 有 比如说威斯敏斯特这个威敏斯特信仰告白 第十九条 是非常清晰的 很具体的写下来具体是什么 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下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九条 首先我们要先来简单谈一下律法的划分 首先要讲一下的就是旧约的摩西律法 从教会历史上角度就是神学的发展上来讲 普遍来讲被划分为三个部分 哪三个部分 感觉你没讲的你怎么就问我们 律法的三个部分 道德律 礼仪律 跟民事律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摩西律法的划分 记住这是摩西律法 道德 民事 合理 抵杂性 道德律是指什么 实际 这个很好的主日学的回答 那我现在有tricky的问题 既然 我问一个tricky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tricky 所以你要注意听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地爱住你的上帝 其次也是相反 你要爱人如己 请问这是不是道德律 请问这出现在实践里了吗 形式上没有出现在实践里 但是在本质上 在内容上 materially 在它的质量上 本质上教导的内容是实践的教导 所以当我们去谈到道德律的时候 我们从这两个层面去来谈 一个就是说 道德律的本质 可能道德律的本质是耶稣的教导 对上帝的爱 对临舍的爱 但是在旧约当中的形式的体现 是以实践的形式体现 所以当你不是特别的严谨地去说的时候 就主日学教孩子的时候 到底什么是道德律 告诉他实践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说 OK 实践当中 你可以更准确地说 实践当中包含着上帝的道德律 可以这样来说 那形式是以实践的方式来展开 OK 那民事律 民事律指的是啥 处理什么的 处理对 处理民事纠纷的打官司的对吧 民事律有的时候又被称为叫做 司法律 Rodictual 对 道德律叫 道德律叫Moral 道德律叫Moral 民事律叫Civic 或者叫Civil 而有的时候叫做Judicious 然后礼仪律指的是什么 Ceremonial 指的是关于会幕或者圣殿的献祭的一些条例 或者关于这个食物是不是洁净 关于人的洁净或者不洁净圣洁或者是不圣洁的状态的这些律例 所以从礼仪律的角度来讲 如果一个东西是不洁净的 那它在道德性上是不是一定是不道德的 不是 所以礼仪律 有的时候暗含了道德律 有的时候不暗含任何的道德层次 比如说你碰了一个死尸 你不小心走在路上 然后碰了一个死尸 你就变得不洁净了 那你不道德了吗 没有 你还是道德的 你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你只不过是从礼仪的角度来讲 变得不洁净了 然后你就去按照礼仪律去洁净一下就好了 你不用悔改你的罪 你没有犯任何的罪 所以这个是区分道德跟礼仪 OK 那划分完了这个律法之后 我们再来回来看 第25条所提到的律法的废纸跟延续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 总的来说 当我们提到律法 我们指的旧约的摩西律法的废纸的时候 我们指的是民事律跟礼仪律的废纸 当我们提到延续的时候 我们提到的是道德律的延续 这是最简单的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很简洁的回答 那当然你们下午听课的时候也都知道 对吧 王一牧师不是很喜欢简洁的回答 王一牧师要告诉你们说 这个还要继续 我们再来思想就是说 到底律法的废纸跟延续有什么样的圣经证据 以及我们对基督徒生活的应用到底是怎么样的 OK 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律法的废纸 律法的废纸 比利西拿上来说 律法的礼仪和象征已经废纸 在基督降世的时候就废纸 一切的预表都已经结束了 这里面的废纸指的是礼仪跟民事 他用了两个词 一个是礼仪 一个是象征 然后他又提到另外一个词叫做预表 一切的预表 对吧 这里面有很多词挺重要的 一个是礼仪 象征 预表 那当比利西新条提到说 律法废纸的时候 你要知道比利西新条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 因为在 中世纪的时期 如果你 如果你可以想象到 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 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罗马天主教 就是中世纪的教会 你去到教会里面 教会里面所做的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祭司 有这个神父 穿着这个祭司袍 然后点着蜡烛 里面整个小香炉 来回这样 熏一熏 不知道你们去过天主教里面 就是熏一熏 熏一熏 对吧 然后 在前面有这个祭坛 他们管这个叫Auter 叫祭坛 这个叫做Sacrifice 是一个献祭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旧约的礼仪律 模仿旧约的礼仪律 把旧约的礼仪律 重新应用在新约的教会里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宗教改革 比例信条 告诉你说 旧约的律法当中的礼仪 象征和预表都废止了 这些敬拜不适用于新约的教会了 对吧 今天很多人说 那个旧约 旧约不是还有敲锣打鼓的吗 旧约不是也有这个弹琴的 吹吹吹号的 然后大家一起跳舞的 对吧 在圣殿面前跳舞 对没错 旧约的时候确实有 但是旧约的礼仪 象征预表 废止了 没了 所以新约的教会 不再 敬拜的原则 不再是旧约的圣殿敬拜 的规定 旧约圣殿的敬拜 甚至在新约教会开始之前 就已经废止了 从什么时候废止的呢 就是从他们被掳的时候就废止了 所以旧约的敬拜 跟新约的敬拜之间 有这样的一个 从礼仪上的一个不连续性 这是比利时信条写作的一个背景 所以你看到中世纪的教会 会特别喜欢 就是中华天主教的教会 会特别喜欢 直接把旧约的经文拿过来 就应用 对吧 所以你去 挺有意思的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中世纪的教会里面的音乐歌唱 和这种公共敬拜的方式等等 很多的这种论证就是说 因为旧约当中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做 这是比利时信条所反对的一个大的原则 这种礼仪已经停止了 我们今天不再需要献祭 不再需要圣殿的敬拜 不再需要等等等等这些 OK 那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 这种礼仪和象征 它是具有预表性的 一切预表的一切的预表 那预表这个词在这个英文里面叫做type 类型的意思 有的时候这种预表学叫做typology 预表学叫做typology 什么叫typology呢 还记得预表是啥意思 预表就是预表和预言的区别是什么 预表跟预言的区别就是预言是用话来说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预表是不用话不用说的话 用形象来表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祭司啊 对吧 献祭啊 圣殿啊 这些都指向了耶稣基督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 OK 我来了之后 前面这些预表就不需要了 预表的 预表所对应的是 在英文里面叫做antitype 但是中文可能会被翻译成叫做实体 实体 这些用词是从圣经里面出现的 圣经的证据在哪呢 你如果翻开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 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翻译一下圣经 希伯来书第八章 第七节那里面说什么 从第六节开始读吧 如今基 耶稣所得的职认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找后约了 OK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 希伯来书作者提到说 有前约有后约的 前约指的就是在摩西时代所立的 摩西之约 上帝跟以色列所立的 这里面包括圣殿的敬拜 包括大卫的国度等等 那这个前约他说 是 现在耶稣来了 是把这个前约废掉了 对吧 那直接说到这个前约会废掉 是在十三节 往下看 这十三节 既说新约 就以前的约就为旧了 就以前约为旧了 但那见旧 见衰的 就必快归于无有了 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 旧约没了 旧约归于无有了 没有了 废止了 所以旧约所伴随的一切的 关于国度土地 关于圣殿的敬拜 这一切的律法要求 全部都终止了 那我刚才提到说 这一切在当时 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他们是用来预表 基督的实体的 这是从哪儿 从圣经哪儿告诉我们呢 我们再继续读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我有的时候 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讲希伯来书 对吧 希伯来书能解好多读 能解时代论的读 能解 就是 分发主义者的读 能解好多读 但是 约翰欧文写希伯来书的注释 写了 八卷还是十三卷 这么厚一本 十三本 还是八本 就是希伯来书的注释 约翰欧文写的 所以 讲起来可能会很长的 但是anyway 我就给你们点到希伯来书 很重要的几个地方 在哪儿说旧约跟新约之间 旧约是预表 新约是实体呢 这语言不是我们自己瞎编的 是从圣经来的 希伯来书第十章 第一节 说什么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 每年长线一样的纪物 交纳 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这里面就提到这几个字 一个是律法 就是提到律法是影像 但是不是本物的真相 不是本物的实体 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 这个shadow和reality 有的时候我喜欢用一个比喻 来形容这个预表和实体的关系 就好像你看这个漫威动画 新一年又出漫威动画了 电影 然后在前一年 先看有这个预告片 这个filler 新的英雄 好人又复活了 然后你这个预告片看得特别爽 这个预告片就是影 预告片是影像 是将来要来的更美之势的 一个 给你透露一点 一个taste 将来你会看到啥 然后等到这个手印了之后 对吧 你还没事在网上看那个trailer吗 你就不看了 对不对 因为你都看过整个电影了 对吧 你这个trailer就没意义了对吧 这个trailer之所以存在的意义 那个预告片之所以存在意义 是因为正片还没出来 正片一旦出来了 预告片就不用了 所以旧约跟新约也是一样 新约这个正片出来了 耶稣基督来了 我就是旧约一切的礼仪 一切的律法的这些预表 我来了 然后旧约的就不用了 这也是希伯来书作者的论述 他说 耶稣都献完 十字架上都献完赎罪记了 一次永远的赎罪记 用永恒的血 用他自己的血所献的 无瑕无辞的高原的血 你还回去跑到圣殿 献祭干啥呢 是吧 就是你都看完正片了 你回去还看什么预告片呢 预告片也不要了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 第十章很重要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太重要了 我觉得 我们可以一起把它读一遍 从第一节我们一起 一直读到这个十八节 律法记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 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 献祭的事 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 良心既被捷径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 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功尤和善 第二代是 位置指定的 尊重 对你 为我理解 你再对我理解 在你身上 也不想 我呀 在你身上 你 你 我 在你身上 歷史文廠 等候他仇敌成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 天教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和他们的过犯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被罪献祭了 太美了 对不对 太重要了 你把这一段都容纳 消化 进入到你的血液里 你就知道说 我终于知道了 我现在在基督里有一个最好最好最好的敬拜 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会觉得说 新约教会的敬拜 这个是西伯来书作者写作的背景 当时有一些犹太人信主了 对吧 但是他们对新约教会的敬拜很不满意 他们说我们以前在旧约 在圣殿献祭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我们有很多的献祭 做这么多事情 有很多礼仪上的律法 怎么杀这个羊 怎么献这个羊 怎么撒这个血 有好多好多事 你看祭司穿着祭司袍可漂亮了 对不对 很这个什么样的 还有圣殿 那么宏伟啊 对吧 那个敬拜看起来蛮像样的 这个新约的敬拜怎么这么朴素呢 怎么这么素呢 就是也没啥嘛 也没有献祭 也没有什么 就是对吧 我们还有圣殿的这个唱诗班啊 什么的 所以他们很想回到旧约的圣殿的敬拜当中去 您可以感觉到从各种方面来讲 旧约的圣殿敬拜更加具有吸引力 那他们就放弃了新约的敬拜 所以希伯来说的作者 在这里面所论述的一个要点 就是旧约的敬拜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那什么 但是不管用 啥用不管 公牛山羊的血 没有办法除去你的罪 新约敬拜当中 你有一个能够永远除去你罪的耶稣基督的血 所以他一次永远的成就了这一切 而且他说他就献这么一回祭 就让一切成圣的人得以永远完全 所以天主教说不行 你还得回头我再给你重新献一下 重新给你每个主持人重新献一下 所以西伯来书也是抵挡罗马天主教的一个 破误教导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最重要的是第十八节 这些罪过 当地已经赦免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献祭了 这个就表明旧约的礼仪已经完全终止了 那你会想到说 那其他跟献祭无关的礼仪率怎么办 圣经有没有说的 比如说饮食率 是不是猪肉 是不是龙虾 这就怎么样 旧约的节期呢 祝鹏节啊 什么七七节啊 什么这个什么逾越节啊 等等 逾越树啊 什么这些 这些节是怎么说 歌里 旧约的歌里怎么样 新天基督徒 你要生个小男孩 你是不是要给他行歌里 要不要给他行歌里 但是你可以出于医学的角度上 可以做出一件 但是我说的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讲 你会不会认为说 这是你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责任 去给他行歌里 等等 所以这个是使徒时期的新约教会 所挣扎的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旧约的摩西律法 跟新约的基督徒 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追溯整个教会历史 如果你把圣经的使徒行传 纳为到教会历史的层面上去考虑的话 教会历史最初的神学争议 不是三一论 不是基督论 教会历史最初的神学争议是旧恩论 和对律法的和基督徒的生活的关系的理解 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耶路撒冷会议当中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耶路撒冷 所以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你看呢 使徒时代的教会所面对的 第一个神学的争议是啥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 那里面说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说 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 就不能得救 于是保罗跟巴拿巴 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 众门徒就定归叫保罗巴拿巴 和本会中几个人 为所辩论的是 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对这个是初代教会 使徒时期的教会开的第一次会议 第一次区会 对 初代教会 使徒时期的教会 就算是使徒还活着的时候 也是长老智慧 也是众长老智慧 保罗自己一个人没说了算 对吧 彼得自己一个人也说了不算 保罗有神学争议 他说 我是保罗啊 我是使徒 你敢不听我的 没这么说 对吧 说怎么样 保罗跟巴拿巴 要再加上教会了几个人 去到耶路撒冷 一起跟长老们开会 来决定这个事怎么办 宋长老智慧 这是圣经的教导 宋长老智慧 保罗自己一个人 没有凌驾于众长老之上 所以王毅牧师 也不是凌驾于众长老之上 王毅 不是王毅 这个什么什么 某某某主教 也无法凌驾于众长老之上 他就算是使徒 他也要服在众长老智慧的 这个全民之下 话说多了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耶路撒冷的会议 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会议体 耶路撒冷会议不是一个实体 是一个暂时性的会议 开过了就解散了 所以 区会在我们的URC的教会章程里面 是说 是不是持续存在的会议体 区会是暂时性的会议体 就是开会 大家在一起开会 开完会就散了 所以真正持续存在的是什么 真正持续存在的是 每一个每一个具体的教会 这个是持续存在的 这个是很细节上的一些教会论的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讲礼仪律会 会讲得这么感动 是吧 是因为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太好了 所以 然后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第五节说 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 唯有几个信徒 是法利塞教派的 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离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所以注意到 耶路撒冷会议里面 有法利塞门派的人 在参加这个会议 他们并没有被排除在外 他们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所以开会的好处就是在这 谁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法利塞门派的教派的人 在耶路撒冷会当中 一例发言 不行 必须让外邦人受割离 问题就是说 开会的好处就是 大家一起讨论 大家一起看 到底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然后就讨论讨论 然后彼得一起来发言 最后谁做了总结发言 使徒雅各 做了总结发言 那雅各就说 最后定 最后这个会议 最后做出了什么样的决议呢 这会议的决议 在28到29节 最后会议决议是 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离 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 只需要避免 四件特别提到的事情 28节说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 这个不得了了 使徒们开完会之后 宣布的会议的结果说 这是圣灵和我们一起做的决定 所以今天你们教会的长老们 聚在一起开会 跟长老们 执事们在一起开会 炒得面红耳赤 最后差点打起来 最后做出的决定 是圣灵在使用他们 为教会做出的这些决定 所以 使徒们可以这样说 圣灵和我们一同定义 说什么呢 不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这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就是近界既有相的物和血 并乐死的牲畜和奸淫 有这几件事 你们若能自己近界不犯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基本上就是告诉他们 摩西律法你们不用守 你们不需要守摩西律法 大概文化上的 你们需要做一个decent person 就好了 你做一个decent person 做一个正直的 可以的 大家觉得你还挺好的 挺好的公民 然后别惹怒你们的 犹太人的同胞就好了 有一些犹太人的信徒 他们有一些摩西律法上 比较强烈的境界的东西 你们不要去冒犯他们就好了 这个意思 大家就要和睦 这是这个回忆的决意 最终的意思 所以你不需要行割礼 你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的饮食律 你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里面的节期 关于节期 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十六到第十七节 在里面说 不拘是在饮食上 或是节期 月术 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子 那形体却是基督 所以 所以饮食律 节期 这些旧约当中 律法当中的规定 在新约圣经当中 都有明确地告诉你 这些都废止了 那我们从经文 这些经文 需要上升到一个神学的理系 一个思维的方式 我们去形成 我们去这样思考 不仅仅是因为有这样单独的 一个一个的经文 告诉我们说 哦 这些事情废止了 而是我们需要知道说 使徒们写作的背后 他们的思维 神学的思维框架是什么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 某一节经文证明这一点 然后这是建立我们的神学 因为这种是不够的 所以使徒们教导的 背后的神学框架是什么 这个神学框架就是预表学 就是或是影子 影子跟实体 这是他们背后的神学 所以你看保罗也用了这个语言 月术啊什么 这些都是影子 实体是基督 在基督来之前 整个旧约的规定 包括礼仪律 所有的这些节期饮食 都是在预表基督的到来 而当基督的实体到来之后 影像就不需要了 这个是整个的律法的 至少从礼仪律的角度来讲 律法废止的一个总原则 下次有人问你 为什么你们不遵守圣经里面 吃猪肉的 这个你们还吃猪肉呢 对吧 去王爷牧师家吃猪肉炖粉鸟 这是什么 你们按照旧约的律法 你们这不对啊 你们这不对啊 你们没读过圣经吗 应该怎么跟他回答 吃猪腰子 对吧 也就是说预表学 因为旧约的这些律法是预表 实体已经到了 所以我可以吃猪腰子了 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讲 因为我们刚才只涉及到了礼仪律 我们还记得律法 除了道德律跟礼仪律之间 还有什么 民事律 民事律在25条没有特别的题 但是它也在其中 包含在其中 所以我打算简单提一下 因为这个在近代的一些神学的争议上 也是挺重要的 有一派的人 他们叫做神法主义者 Dionomy 神法主义者 Dionomy 这个theo是神的意思 normos是法律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坚持认为上帝的法律 是最好的法律 那当然我们都会说上帝的法律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他们很具体的说明 是摩西律法当中的民事律 是上帝的旧约时期所赐下来的 所以这些民事律要优于 比如罗马的法律 比如中世纪的一些法律 或者比如说美国的法律 因为什么 因为摩西的民事律 使上帝在旧约的时候 通过特殊启示赐下来的 那 这些人他们不是很主流 对吧 就是在历史上 不是主流的思想 但是他们在近代也吸引了很多 在改革宗圈子里面有一些坚持这样的立场的人 那么我们怎么去谈摩西的民事律 我们谈过了礼仪律 我们现在需要简单谈一下民事律 新约圣经哪里告诉我们基督来废止了民事律呢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在登山宝圈那里面 耶稣 耶稣说的话的这种模式非常的奇怪 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 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 你会看到耶稣在提到很多的 很多的事上的时候 他在用一种方式说二十一节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 就是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哒哒哒哒 damit 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再往后看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兼饮 只是我告诉你们 哒哒哒哒 comeback 就有话说人若羞期 怎么怎么样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方式 耶稣在干嘛呢 耶稣在解释旧约的律法 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说 耶稣在把旧约的律法 在人们普遍的理解的基础之上 把那个律法排升起来 提了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 然后第38节 前面他提到了这个都是道德律里面的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是道德律这是实际里面的 然后第28节提到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可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左脸也放过来由他打 那这个就是明确的跟 以牙还牙一眼 以眼还眼 这个是在旧约的民事律当中 不是在实际里面的 那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公益 对等的报复的原则 但是耶稣来说 不要这样 我告诉你们一个新的 一个你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 耶稣把摩西的民事律 从某种意义来 把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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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掉了 我给你们一个新的 这个是这个是新的律法 所以从从这个角度来讲 可以从这样一个侧面来去 去讲到说这是耶稣 对于旧约的民事律的一个 一个态度 提出了一个更高的道德 见面的要求 然后那新约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说 摩西的民事律都废除了 对吧 但是新约提到民事律的时候 很有趣的是 新约没有直接说 这个民事律到今天 还是必须按照字句的方式来应用的 新约提到民事律的地方不多 但是有一些地方挺有意思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第八到第十节 那里面保罗提到关于 就是哥林多教会 他们的奉献的问题 需要去供养 这个 正道的这个事工 然后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那里面保罗提到了一个 一条民事律 第八节说 我说这话岂是照着人的意见的 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者说 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 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 分明是为我们说的 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 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 引用了一节民事律 但是他没有直接字句的应用 这个民事律说 今天作为基督徒 你如果是当农民的话 你也应该这样对待你的牛 而是把他灵异化了 把他这种 把他的一些 背后的一个原则提出来了 但是他把这个民事律本身的 形态把他放弃掉了 说的不是牛 说的是 蓝福音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民事律被 被新约的教会 被新约没有当作字句来对待 而是具有预表性 还是刚才提到预表性在这 旧约里面提到牛的那些 是预表了 在新约里面的 你们要怎么对待 你要怎么对待这些 传道人之类的 这是一个 总结出来一个 普遍适用的原则 没有明确的经文 告诉我们 摩西的民事律 每一条都废止了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说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 用经文证明这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 使徒的神学的框架 那个框架是什么 那个框架是预表学 那从预表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 既然旧约的整体 都是在预表基督 包括以色列国度的 这个存在 包括它的民事律 都是用来预表基督的国度 那么当基督到来的时候 附加在旧约的 以色列国的民事律 也自然终止了 这一点在 这个Westminster信条当中 更清楚地阐释出来 在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就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 第十九章第四节 那里面说 以色列民是一个政治体 所以神赐给他们各种的司法律 以色列国既然已经既亡 这些司法律也就随之废去 如今其约束力仅存止于 一般要求的公正原则而已 所以那里面提到说 一般公正的原则是什么 这个词叫做General Equity 一般公正的原则 叫做General Equity Equity Equidas 就是公正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刚才读到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那里面提到的 牛在场上揣鼓 不可拢住他的嘴 那公平的原则是啥 干活你得给人钱呢 对吧 就这意思 这叫做General Equity 但是那个具体的 那个字句的要求不再有 对 这个是简单的提一下 这个废纸 大家有什么问题 关于律法的废纸 简单的 简单的快速的提到一些 对于这种 在这一点上犯错误的一些教导 很快的 因为我不想 把这两个事割裂开来 在历史上有一些 有一些时刻 有一些教会 会 没有意识到 旧约跟新约之间的这种不连续性 所以他们过分的把旧约跟新约之间抹平了 也就是他们没有教导 合理的教导律法的废纸 那有哪些呢 首先 初代教会的犹太律法主义者 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 《罗行传》15章里面 这些教导说 到新约的外邦人 他们需要新割礼 对吧 这些 那另外 在 今天比较常见的是 罗马天主教 像我刚才提到 他们依旧按照旧约的 教导来设立祭祀制度 他们把圣餐等同于献祭 那么强制征收 十一税收等等 如果你在意大利的话 其中有一项税是 十一税 你专门是交给 罗马教皇的 在你的税里面有这样 然后如果你有 你有一些 你可以选择 如果你 挺有意思 如果你想要 把一大笔钱捐了 对吧 然后你捐的这笔钱的时候 你需要上一个税 就是遗产税啊 或者什么呀 就是你把钱留给你的孩子 就要上一个遗产税 然后他会给你个表格 让你填 你想把这个税 交给哪个教会 有这个 你可以选 罗马天主教 可以选东正教 可以选 进行会啊 什么 就是你可以选 然后政府自动把这个 这个十一税 给拨到那个教会去 你们的钱就是这样 十一税 政府帮你收十一税 那 对 然后接下来安息日会 今天我们在这儿了 这个 我们的landlord 我们在使用安息日会的 叫这个礼拜堂 他们也是这种 把旧约的律法 延续到新约 特别延续啥 就是安息日 特别强调 这是必须是周六 因为旧约当中的 安息日是周六 那就是 剩下就是神法主义者 今天的 他们把 他们认为 其中也比较极端的 神法主义者会说 摩西律法 既然是上帝特殊启示 所 所确立的 那么他从本质上 要优于 人类自己靠自然之光 所产生的律法 关于这一点 你们可以读加尔文 加尔文会特别的提到 社会的这些法律 等等 他会说 上帝给人的自然之光 是足够好的 加尔文会说 我觉得 罗马的法律 要比摩西律法好很多 加尔文自己说 他是学法律出生 你们可以读加尔文 关于怎么去 辩论这些 把摩西律法当作 是必须要守的 OK 今天就讲到这儿 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你们都确定 律法废止了 不一样 不是特别相似的一个概念 神法主义者 他们可能在称义的问题上 是正统的 当我们说 律法主义的时候 我们是在说 关于称义的问题 律法主义者会把 我们对律法的顺服 当作是称义的基础 但神法主义者不一定 OK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再次的感谢你 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时间 来思想 你在基督里 赐给我们的全 完整的启示 在旧约的时期 借着律法各样的预表 来彰显基督 将要到来的样子 今天借着新约的新的启示 真正的实体 丰丰富富的 启示在你的圣经当中 因此主我们感谢你 叫我们能够今天 有份于这样的 基督的实体 让我们也能够 真的明白 在千百年以来 有许多的旧约的百姓 所无法明白 甚至不敢奢望 能够看到的 这样的景象 因此我们感谢你 却你也继续地 借着你的圣灵 来激发我们的 敬虔的心和喜乐的心 让我们在新的一周的 生活工作当中 能够 不断地 怀着这样感恩的心 来生活 来服侍你 与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回家的脚步 我们这样的祈求 奉快耶稣基督的名 请不吝点赞和计划